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只剩黄豆鸡脚汤了 没有兴趣 据说广西人的命是粉给的 一点都没错 回吃到家乡的粉 感觉味蕾就像重启了一样 从口腔喉咙到肠胃 有一种被滋润的感觉 整个人满血的状态 这就是香愁被预贴的感觉吧 这次终于念对了 我坐标是广西青州 每个人的家乡都有能预贴香愁的美食 你的家乡美食是什么呢 欢迎弹幕评论 跟我交流哟 由于没喝到炖汤 不够满足 于是转战一家我们吃了22年的烧烤 这家烧烤原来是个路边摊 每晚生意火爆 以前想吃到东西要从阿姨手里去抢 我们去的时候人不多 可能因为第二天是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大家还没有心情出来宵夜 点单跟阿姨口述就行 我们熟客直接从阿姨的百宝箱里翻找 阿姨烧烤的口味比较重 但盛载食材新鲜 猪鞭 黄猴 大肠这些都是当天徒宅 连鸡翅都不会用冰鲜鸡翅 就食材新鲜度来说 大肠是根本比无聊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家点鸡皮 可以选择烤的火候 刷的调料跟日本烧鸟的酱汁大同小异 都是咸鲜中带着回田 有炭烤的焦香 我如果闭着眼睛 你跟我说吃的是日本米其林三星的烧鸟 我可能真的会信 多么奇妙的一家路边摊 二倍星口感脆弹滑嫩 横切面像双酱丰富的特级牛小排 二倍星到底是什么部位呢 网上没有正确答案 有人说是不见天肥瘦相间的一块南肉 有人说是猪颈肉 因为口感非常像 我原来也不能肯定答案 最近问了对猪肉部位很了解的同学才知道 在猪颈和眉头之间的位置 夹在肥肉里面有两块很相似的肉 一块靠近眉头这边 叫二皮青 另一块靠近猪颈这边 叫三皮青 也叫猪颈肉 这个猪颈钳跟皇后类似 比皇后更厚更脆 网上没有正确答案 我问了横董解剖学的医生同学 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部位 不是慧燕软骨 不是主动脉瓣 也不是网上说的舌头根部的肉 不过应该跟皇后一样 都是主动脉上面的东西 如果你知道请评论弹幕告诉我 我对食物的好奇心太强了 不知道也没关系 管它什么 好吃就行 听下声音 多么脆爽 有些店用正经肥牛 就是博人的位置 有些店就像这家一样 用牛牲口附近的肉 有肥有瘦 有嚼劲 哇 鸡大雄 好有鸡大雄味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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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这个鸡是比我吃过的日式烧鸟的鸡是都要好吃 完全客观评价撇开香愁啊情怀啊这些东西 烤金针菇很常见 这是北方说的蒜苔 我们当地叫蒜芯 这种食材我小时候很少见 估计现在都是北方来的货 但是我在北方吃到的蒜苔都比较老 硬一些 我在家乡吃的蒜苔就普遍很嫩 奇怪 豆腐皮可以烤成软身板也可以烤成酥脆板 这样的切法感觉在吃素的铁板鱿鱼一样 这是我家乡的特产饮品 单竹叶 好喝又健康 哇 真的好喝啊 有没有甜 有一点负担的话 它流水 足液 冰糖 哇 这是猪黄猴 薄一些 跟下面的猪金针一对比 就能看出区别了 猪黄猴翠终带刃 猪金针呢 翠终回弹 中间有一层像软骨的口感 我对鸡针普通 但烤得真是相当不错 吃完烧烤有点油腻 最后当然是喝一碗糖水好睡觉 这家糖水我喜欢他们的芋圆系列 但今晚吃的有点饱 就点一碗黑白凉粉糖水 轻轻爽爽 红糖水味道正 凉粉Q弹 把今晚宵夜的油腻都化掉了 肯定有评论让我注意血糖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这几天测得空腹4.4 餐后两小时6.2 还算正常 我会继续努力锻炼的 大家放心 我是无所谓一个要减肥的吃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投币转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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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